今天我和大家分享的这篇文章是 这样对你的男人不是不爱你 而是爱你太深 一起来听 有人说爱情是一件虚无缥缈的东西 你很难去感觉到它的存在 而在我看来 男女心里不同 对待感情的方式也近不相同 但不管怎样 爱一个人是看得出来的 尤其是男人 他有多爱一个女人 平时的言行举止就表现得多明显 通常 以下这样对你的男人不是不爱你 而是爱你太深 常对你无视线殷勤 牡丹亭 提记忆有云 情不知所起 亦往情深 爱向来是情不自禁的付出与牵挂 很多时候没有缘由 就是时时刻刻想与你相伴 你说的每一句话 他都放在心上 关于你的每一件事 他都非常积极主动 无论何时何地 心甘情愿分享你的喜怒哀乐 事无巨细为你张罗哲操心纳 全心全意地想把你照顾好 有时你可能会觉得他多管闲事 可因为把你放在了心上 才时时对你保持一副热心肠 只要是对你好的事都尽力去做 就算有些困难你自己可以解决 他也不忍心让你一个人扛 深爱你的男人往往都想做你的盖世英雄 只有不爱你的男人才会对你高冷 所以当一个男人对你态度冷淡 爱离不离 说明他只把你当作具外人 相反他对你充满了积极热情 常对你无视献殷勤 可以确定他是真的爱你 什么事都先想到你 当一个男人爱上一个女人时 会不自觉地对他敞开心扉 忍不住想与他分享每天的经历 无论是开心或是难过 都愿意与他推心致富 因为充分信任 所以可以毫无保留 因为足够情深 心中的大门随时为对方敞开 如果一个男人脆弱无助时 第一时间找你倾诉 其所经历的酸甜苦辣 春风得意时 也第一时间与你分享内心的激动喜悦 那么意味着 你在他心里占据着无可取代的位置 往往情越深 依赖越浓 生活中什么事都先想到你 哪怕时间很小 都忍不住立马告诉你 哪怕只是无意中 吃到一份可口的美食 都特意打包一份给你品尝 这样的男人 一定是对你认了真 对你总是很啰嗦 俗话说 关心则乱 一般情况下 对一个人越是在乎 越会为他牵动心神 一天到晚不放心地叮嘱他这 叮嘱他那 总觉得他照顾不好自己 在许多人的认知里 男人都是少言寡语 和话牢完全沾不上边 可凡事没有绝对 有些男人平时看起来沉默寡言 一旦面对心爱的女人 立刻就变成了一个话匣子 不厌其烦地对他各种念叨 大概在乎才会惦记 深爱才会关心 一个男人喜欢过问你的一切事情 对你总是很啰嗦 当你不注意身体时 一遍遍地提醒你健康饮食 不要熬夜 当你独自外出时 再三叮嘱你注意安全 有什么事要第一时间告诉他 这样的男人心里一定装满了你 不要嫌他啰嗦 要知道爱才会无限牵挂 事事放心不下 不爱是想都不想 更别说问候与担忧 你喜欢的那个男人 是不是也是如此 对你总是很啰嗦 一天到晚唠叨你的衣食住行 常对你无实现殷勤 把你的事情当做自己的来关心 凡事都先想到你 主动让你走进他的世界 如果是一定要好好珍惜 要明白 这样对你的男人 不是不爱你 而是爱你太深 今天我和大家分享的这篇文章是 男人真心爱一个人会刻意隐瞒三件事 一起来听 谎言不一定是欺骗 承诺也不一定都能实现 一首歌的歌词道出了感情中的真相 人们总是畏惧谎言 讨厌谎言 先入为主的觉得谎言就是不好的 但承诺是真的 最后却变成了一把利剑 刺中了我们的心 所以对待谎言也不应该一棒子打死 每个人对于自己爱的人都会有所隐瞒 有些是心事 有些是秘密 或大或小 有时候隐瞒对方 不一定是心中有鬼 或许只是因为害怕伤害 害怕失去 当男人真心爱一个女人时 一定会刻意隐瞒的三件事 每个女人都应该好好看看 与工作上的烦恼 真正爱你的男人 就算工作上遇到不顺心的事情 也不会回来跟你抱怨 而是会选择自己一个人独自承担 一方面是爱于面子 不愿让你看低他 觉得他能力不行 所以就算事情在棘手 他也会自己努力想办法解决 另一方面是舍不得 让你替他担心和难过 就算说了你也帮不上忙 与其多一个人操心 不如选择不告诉你 其实很多男人心中都充满了焦虑 要赚钱 要养家 然而现实的压力 让他不得不咬牙忍耐 只为了让心爱的女人和家人 生活得更好 一个内心成熟的男人 会隐藏自己的负面情绪 即使再慌张再烦躁 都会不露声色 他不会把工作中烦心事 带到生活中 更不会随意发泄出来 影响身边人的心情 这样的隐瞒和隐忍 背后所隐藏的 其实是一个男人的责任感 和对你的爱 粉丝小白曾和我说 差点因为一点误会 和男友分开 那段时间男友天天早吃晚归 总是避开自己打电话 小白还以为男友出轨了 逼问男友到底怎么回事 男友还是绝口不提 直到小白提出了分手 男友才坦言 原来是公司的运营出现了问题 不想让小白担心 每个人的生活 都或多或少的苦涩 工作中也会遇到很多 不顺心的事而无人分享 但是恋人之间 应该彼此信任 彼此坦诚 彼此述说 每天发生的开心与难过 可有的时候 男人在工作上 遇到烦心事了 是不愿和女人说的 因为他爱你 他怕你担心 不想让你和他一样难过 所以他才不愿 跟你分享他的这份烦恼 他觉得自己一个人去承担就够了 这并不是隐瞒事情不愿意分享 而恰恰是男人爱一个女人的表现 因为男人就是害怕让你担心 害怕你想的太多 所以才选择自己一人承担所有 他想给你的都是快乐 这种男人才是真的爱你 有人说真正的男人 就算自己万劫不复 也会让心爱的人幸福 一个心疼你的男人 会选择隐瞒他所面临的困难 所遭遇的窘境 宁愿自己饿着肚子 也会让你吃好喝好 一食无忧 他或许没有很多钱 给不了你荣华富贵 但并不妨碍他爱你 对你好 男人在自己心爱的女人面前 总是报喜不报忧的 无论生活多么辛苦多么煎熬 他也不会告诉你 而是把所有的苦水 都藏在肚子里一声不吭 爱得越深也就藏得越深 因为真心爱你 所以不想让你跟着他吃苦受累 有什么困难和重担 他一人扛就好 瞒着你也不过是为了 让你过得开心一点 轻松一点 三 心中的脆弱 在坚强的男人 也会有脆弱的时候 当一个男人受伤时 他不会轻易地弹露出来 尤其是在自己深爱的女人面前 因为他知道 你把他当成依靠 当成避风港 所以总是在你面前 表现得很刚强 哪怕他内心很无助 很难受 也不会让你知道 只会找个无人的地方 喝着酒 抽着烟 然后无声地哭泣 又或者一个人静静地坐在车里 等到心情稍微平复了 然后继续披上坚强的外衣 微笑着回家 这世上没有谁是真正的超人 难免会有被压得喘不过气 感觉疲惫不堪的时候 一个成熟稳重的男人 从不会到处抱怨跟人哭诉 他只会把自己的脆弱 默默地隐藏起来 然后展露刚强的一面 为你遮风挡雨 世人总说 看破不说破是一种智慧 可在感情中 又何尝不是一种温柔 聪明的女人 要学会发现男人 善意地隐瞒 也要懂得 呵护她的自尊心 有些事情不必问 有些话不必说 多一点关心和体贴 或许就是最好的回应 爱总是让人生出火眼睛睛 又让人学着不着痕迹 在为人处事上 看破不说破 或许是一种洞察 一种胸襟 但在感情里 它藏着最生切的懂得 最温柔的体贴 和最踏实的浪漫 感谢观看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